一场祝荣之灾让马来西亚两户民宅完全被烧毁 慈激志工和邻居都前来申援 帮忙受灾的应应妇女善后 也让她转换了心境 感受到患难间真情 深夜十一点大火 两户民宅被烧毁 家里什么都化为灰烬 住在这里六年了 莱特哈密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隔壁邻居邱老先生一大早就来关怀 还带来异物 我也拿一点衣服来 因为他们的衣服也完成烧毁了 我拿点衣服来给他们换了 因为电线走火酿成意外 索性没有人伤亡 除了邻居 志工团体也都来关怀 我们家里的帮助 有爱相伴 有爱相伴 重建家园 也有了希望 带新闻之下美志工 王晨耀 马来西亚报道 小小数换体别人 孙语 王晨耀